大家好啊 今天我转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对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李铁 前国家队这个主教练 是吧 埃佛顿的名将 中国的一代 黄金一代的最具代表人物的这个人物 建立宝的优秀的四小天鹅 是吧 我建立宝还真有一个这个认识一个人 不提了 不提他了 他是姓邓 姓郑 不叫姓邓 姓郑 名的是四个火 不提这个了 我就给大伙转述一下这个文章 争取在里边有点评述 或者没有评述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进一下李铁被查案的最新进展 在此前几天不断的调查和媒体的推进下 和本次李铁案件相关的一些人也相继被带走调查 目前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九个人了 包括武汉卓尔俱乐部的董事长和这个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监 以及被现场靠走的张璐啊 大秘密的这个这个老公是吧 手末员 另外两名裹脚一共五人 后续在媒体不断的深挖下 又查出前女族主教练贾秀全的一些黑料 疑似和李铁一样控制女族国家对名额和出场时间 并且还查出十多年前行贿的证据 贾秀全也成为第六个被调查的这个嫌疑人 说两句贾秀全啊 当时啊 这个中国租协内副主席 是吧 南勇杨一鸣啊 包括这个这个 财派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吧 那个张建强啊 这些人最后落马被批捕入狱 判了刑 其中有相当相当大的这个内部资料啊 都是谁泄露的 或者是谁招供的 就是贾秀全 贾秀全 你别看他当时贾臂的时候 什么什么五虎打假球 其实这孙子啊 打假球比谁都多 他打假球啊 从这个八一队啊 陕西国立啊 包括他后来的直教的上海生花啊 河南建业都有所这个设计啊 这孙子当时也招了 也招了不少人 招出来不少事啊 上述到十几年前 当时的十几年前啊 这个假币的时候 是吧 当时八一队的时候 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包括南永阳一民 张建强这些人啊 实际上有一部分的证据啊 公安机关的证据 检查机关的证据 都是他把贾秀全提供的 但是贾秀全 这个比较会做人 是吧 这个处理也比较轻 后来又 这个二次入伍 二次入伍的事 我是听最近啊 郝海东 因为郝海东跟他肯定是特别特别熟啊 郝海东爆的料 关于足球方面 体育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爆的非常非常准啊 你不能啊 对于一个当时那个年代 中国最有名的这个足球的运动员 他说出来的东西 你表示质疑 你可以说啊 这里边有10%啊 不对啊 他信口胡说 道听途说 但是我觉得90%以上 郝海东说出来足球圈的黑暗 包括这个 这个体育圈的黑暗 我觉得这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他和七哥 是吧 这个郭文贵的一些事 那个咱就不评论了啊 你说他脑子进水 或者是这个 这个为他摇旗呐喊 这是你对郝海东 最参与郭文贵啊 他们这个所谓爆料革命的 你自己的判断 你不能身处室外 你来决定郝海东 到底他的人生路怎么走 人家是自己选择的啊 但是我最近听说 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英国大卫啊 原来我有条狗叫David啊 大卫说现在公开反郭文贵 那都不知道啊 这个郭文贵我只关心他当时爆料的那些事 这就不提了啊 这咱就不提了 我觉得这个 咱接着说这个啊 除此之外 媒体通过对李铁打压 戴伟俊一事进行深挖 戴伟俊是谁 我不知道啊 要知道戴伟俊是目前中超最优秀的中场球员 但当时李铁并不给戴伟俊出场机会 唯一一次出场是打沙特的那场比赛 这我都没看过这个国家队的这种比赛啊 当时戴伟俊带球冲向前场 但是禁区想找前锋球员时 于大宝还在中场慢悠悠的散步 当时这个球也迅速的冲上热搜 于大宝啊 也跑不了啊 这孙子其实挺好的身体条件 也是挺好的足球轨迹 但是呢 他在这个凤坑里边 我说的足球圈啊 这个凤坑里边受侵染的时间长了 也就随波逐流了 我估计 他和这个李铁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他参与李铁的其他的一些事 我估计会比较少 但是啊 这个于大宝肯定也会受牵连 很多人都在支持戴伟俊 唯独李铁把这个锅甩给了戴伟俊 认为他不应该一个人带球往前冲 而且当时董路也为于大宝辩解 这个是保护性的接应 也认为戴伟俊的错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李铁要偏袒于大宝呢 包括董路也要去偏袒李铁和于大宝 如今随着本次李铁被查 也让这两人成为球迷关注的焦点 目前李铁被查案一共上升到第八人 我简短的说一下董路啊 这个我不能说认识董路啊 就说这个知道董路 见面董路的时间比较早 他那个时候呢 随国安啊 跟算跟对记者 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记者啊 一个东北人 后来呢 慢慢慢慢的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关系啊 也可能人家确实水平高 慢慢慢慢的什么这个主持人呢 什么北京电视台这个了 什么生活频道是好像是什么 讲一些东西 后来又是参与了这个足球里边的很多事儿 当时跟李大雅 是吧 跟那个体坛周报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秃头 那秃头叫什么来着 忘了 忘了名字啊 这秃头当时他妈的给我打电话啊 一打电话打一个多小时 问一件事儿 就他妈一个多小时 来回来去的说啊 那个时候手机费 还他妈这个打进 还需要这个付费呢 啊 我是要要 不说了 就打进来还要收费 每分钟好像五毛钱 还是多少钱啊 我是很多年才改的 打进 不用交钱了啊 就那孙子叫什么来着 忘了啊 完了之后 你跟他说出来的东西 他他妈断章取义 就发表在体坛周报上 变成他的 那孙子 反正这些 这些记者呀 我为什么对李承鹏 对董璐的印象 都不是特别好 你别看李承鹏 后来好像是 为社会不平发声 但是 他曾经啊 那个脊皮快脸的 他妈内心有些 非常阴暗和偏执的 那个 他不是现在的李承鹏 是吧 他当时当足球记者 不是什么 他妈好鸟 董璐更别说啊 我就觉得呢 董璐 董璐现在太拿自己 当回事了 他弄的中国足球小将 我曾经评论过 我为什么对中国足球小将 不看好 是因为董璐 他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形成一个 怎么说 上下你都有出路的 这个体系 这个团队 你把这些小孩 你最后他们 他们去到什么样的俱乐部 去到海外 还是在国内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 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准备 你不能走一步 看一步 你在走一步 看一步的时候 你有可能让这些中国足球 他叫中国足球小将 是吧 让这些小将们 有前途的一些小孩 其中有叫什么几号几号 一些有前途的这些小孩 有可能一物人界 将来的发展 大伙都知道 踢足球的小孩 他一门心思 就要在某一个时间段 他就要全身心的 投入到训练当中 他的文化课 他对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 就会相对就比较差 或者是跟不上 你如果他在足球上边 出不来的话 那他有可能将来就变成一个 你不能说是废人吧 有可能变成一个 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人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小孩 太多太多太多了 这个你们可以去问一问 北京公安有一带梯队的 原来在天津也打过球 是五号 不是五号 是几号 那旅君 我们管的叫大黑旅 是吧 这不说 不提又扯远了 目前又有媒体爆出来 这个郑斌 也是建立宝的 也是被 第二次调查以后 也是被现场带走了 郑斌在李铁的团队中 是个业务能力 非常突出的存在 我认识建立宝的也姓郑 但是后边那字 跟郑斌不一样 当时建立宝里边 还有一个三个伙的球员 我认识这是四个伙的球员 不说了 并且他们当时 在一个俱乐部里 跟李铁踢过球 关系相当的密切 我当时记得 还有一个人叫黄勇 黄勇 张孝瑞 好像跟李铁的关系 都比较好 这说明他们是绝对有事了 因为郑斌 是第二次调查以后 现场直接上了靠子 直接给带走了 压上警车了 他成为李铁被查案的 第九个嫌疑人 正所谓 拔出萝卜带出泥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相信李铁有关的所有人 一一都会被查识出来 就是李铁在里边 也他妈是一棉裤腰 兜不住风 该招的不该招的 全他妈说出来 就是你觉得他吹着额前的头发 你觉得他踢球那个勇猛劲 他是一个挺牛逼的一个男子汉 到里边为了曾经的战友 为了曾经的朋友 为了曾经的兄弟 他能保留一些内容 是吧 你需要这个保护谁 或者是人家跟你有生死之交 是吧 人家脱家带口 反正基于各种原因 李铁应该保护一下 别他妈有什么没什么都说 但是从现在来看 目前招出来九个人 是吧 包括贾小泉他们 剩下的 不止这九个人 这九个人还会被李铁 源源不断的供出来 供出来很多人 你这九个人又会一连串的 拔出萝卜带出泥 又会一连串的 不叫拔出萝卜带出泥 拔出花生 带出一嘟嘞花生 这个我觉得他会招出很多人 另外的那些人 包括张璐 郑斌 贾小泉 是吧 就这些人 肯定还会再招出更多的人 就看我之前节目说了 就看这个国家 这个纪检委也好 检查部门也好 什么公安部门也好 这个不涉及国安部门 是吧 包括体育总局 包括中国租协 他们到底想把这件事的 这个案件到底挖多深 是吧 我之前说了 是挖煤也好 是挖石油也好 还是挖水也好 就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决心 因为你要挖出石油来 那就涉及到正局级的人了 这个中国足协是正局级单位 体育总局是副部级单位 应该是 当时原委民应该是副部级 这个南永 南永可能是副局级 但是那个那谁 严世多是正局级 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 会被一一调查出来 查识出来 还中国男足一片晴天的 中国男足 中国足球 永远不会有一片晴天 因为它从根上就烂了 你这个你养一盆花 它根上烂了 你在上边又他妈浇这个牛奶 又浇这个鸡蛋 又放维生素ABCDEFG 没用了 因为它根烂了 你在上边再浇更多的东西 也他妈没什么用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中国足协第一要解散 它不能变成一个管理部门 它是应该是一个服务部门 为中国足球 包括男足 包括女足 包括各梯队 是吧 包括这个职业联赛 包括小孩的培养 小孩的培养非常非常重要 中国足球 不能说你今天学南斯拉夫 明天学匈牙利 最早我们学匈牙利 学南斯拉夫 那时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没有其他国家 跟我们交流 苏联 罗马尼亚 是吧 后来我们又开始学德国 德国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球员 包括杨成 他们这些 刘海光吧 那时候 身体素质 这个都非常好 但是 刘海光跟杨成 不是一个时代的 但是 这个 怎么说呢 你不能老变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体制 包括南方队 包括北方队 他总有一个契合的一个点 你要学德国 就永远学德国下去 就像日本一样 人家学巴西 人家 从国家队到底下的 这个青少年 我看过当时新瀉队的 那个青少年 在日本 新瀉队青少年的 那个梯队的那个比赛 那水平真的太高了 而且是那个 每一个 这个所谓俱乐部也好 所谓的这个 T线队里也好 总会有一两个领军人物 这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的这些主教练 包括T线队 你就是过去的 这个张建国 我只说北京的 张建国 吕军他们这些人 他们秉承是什么呢 你这个队伍一定要打整体 我不希望这里边 有多少特别有名的 不是叫特别有名 就特别有水平的领军人物 我希望我布置的任务 我打的战术 你这个整体 要特别特别符合我 不要做那个出头鸟 愣了呱唧的 当然像你像张建国 也出了很多人 少嘉一 杨普 他们这些人 是吧 陶伟啊 这些人 他真的不说了 但是就普通的 因为这个 你进入到七线队以后 有可能把你的足球的天赋 就给泯灭了 就给磨平了 很多很多的球员 人家欧洲的球探 为什么喜欢 看完这个球员 他有什么什么特点 他要跟俱乐部 跟这个俱乐部 T队的主教练 他要详细的报告 他左脚好 他身体的柔韧性好 是吧 他足球意识好 他头球好 他右脚好 是吧 他腰腹力量好 这所有的 他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报告到俱乐部 那俱乐部选财 是最主要的 他并不是说一个少年队 青少年队 一定要打整体 人家不是为了 这个 这个所谓那个联赛 就是这个 这个梯队 或者少年队 他那个联赛的成绩多好 他是希望他的一线队里边 从他的T线队里边 能自己培养出球星来 哎呦 好吧 就聊这么烂七八糟的啊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大伙 如果听一些中国足球的内幕 可以去关注一下 什么郝海东 啊 叶昭影 他们讲中国体育的 一些肮脏龌龊的事 我觉得挺好啊 但是并不代表我支持 叶昭影和郝海东 好吧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